你們可以留在這邊把作業寫一寫 但是我們 二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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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簡單的地方 那同學 為什麼這樣才是因為 你們下學期跟上學期一起上課 同學 就如果你們二項分布 大概上完以後 如果你們要留下來的話 你們就留下來寫東西 你們可以把這個 昨天上的那個 函數的地方都一寫一寫 函數就上滿三小時 那這個我阿欣預告下禮拜的話 我們會上滿三小時 就是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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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的現在會上滿 上滿時間 禮拜六的話 每個禮拜六本來就是上滿 沒有 下禮拜的話禮祖的可以不用來 那是文族最大的章節 那一節是算滿難的 下禮拜 這教室會沒有幾個人 好不好 好不好 幹我跟你們講 這個教室沒有幾個人其實是不錯 我們一起吃午飯菜 好不好 我們要訂盒菜這樣子 好 那我也來 那你走文族 那我也來 那你走文族 那我就說我們剛剛走牛來 那今天的話 等一下上完課的話 這有人可以去八樓練習一下機率齁 有人就在四樓練習機率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都練都練都練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麻將還蠻好玩的 也是感謝你們 會不會現在還練習 啊現在不行 現在不用 我現在已經買二箱 二箱分布很簡單 但是二箱分布的題目是蠻多的齁 那為什麼要講二箱分布呢 先講一下 因為二箱分布齁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數量大於三十以上的時候 他就非常接近常態分配喔 那常態分配是所謂的中型曲線 對啊 我有跟你們講過吧 嗯 對對對 嗯 中型曲線 對 基本上任何分布都是中型曲線 這個 就像智利 這個智利的話 台灣人的中位數我記得在 我記得是九十 九十 然後呢 你們如果稍微比較聰明的人 一標準差 大概是一百二十幾 然後 二標準差大概一百三十幾 對啊 三個標準差是一百五十幾 三個標準差以後 這個 基本上來說是測不到 所以你們看到那些 台灣人啊 如果沒有 因為國外有別的測量方式啊 那如果台灣人說 我的智利一百七感 我跟你講他在無難 基本上來說 一百五十六還一百五八 他在罵柯文哲嗎 蛤 他在罵柯文哲嗎 蛤 你柯文哲是很聰明啊 你不覺得他其實不聰明嗎 我跟你們講 所有的醫師都覺得他沒有 其實很多醫師都不覺得他很聰明 可是他不是自長高 可是他重跑進去啊 蛤 對啊 所以他重跑進去 柯文哲是重跑進去了 對啊 啊 其實柯文哲也算聰明啊 不是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你知道還是好歹也是上台大英格嘛 對不對 也是還不錯啊 對啊 就是 其實我不覺得他聰明 其實我 我真的覺得就是 在 在那一刻裡面最聰明是堂公 嗯 聽他講話 他就是很聰明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真正的聰明人 就是不是像柯文哲怎麼樣 他只是社會障礙的人 你知道嗎 真的 真的是社會障礙的人 你去看那種很多很聰明人 其實他們是很會交際的 像那個Elon Musk 我的那個崇拜的偶像 Elon Musk 你知道嗎 特斯拉的那個創辦者 嗯 Elon Musk 我覺得他就是超聰明的人 對 然後他好像很年輕 就是什麼 物理博士還是什麼 電技博士畢業 然後他就是用SpaceX 跟那個 你知道嗎 對我跟你講 他的人生使命 你知道他有錢 不知道在哪一個 那個節目他講過 他的人生使命就是 拯救這個世界 真的 你去想他 他所有的產業 都是為了拯救這個世界 而且還可以賺錢 他又長高落風燒 你知道嗎 又燒又賺錢 他是現代的那個 你知道嗎 那個現代的Tony Stark 你知道嗎 真的 你去想真的真的 你看特斯拉他是為了這 人員拋劫 SpaceX 你們知道嗎 他前一個project SpaceX 他想要做那個 就是民用的這個 無人太空桌 民用的太空桌 他在火星行有 全一塊地 之後想要就是做 開發做這個 這個台灣 就是地球人可以上火星去居住 你知道嗎 對對對 這個是 但你知道他就很少啊 你知道 這就是一個很了解 而且其實後來跟你講 到了18歲以後 這個智力都是不太重要的 對 像我就是 我就是這一群 但是 我的 我那時候 我在國小的時候 去測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智力測驗 寫一寫以後 就是有另外一群人 再來幫我做智力測驗 對 幫我跟我另一個同學 再去做智力測驗 然後做完智力測驗 然後做完智力測驗 他就說我這個商標 找到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學過 什麼統計 什麼意思 我就知道說這個 我大概是這個 全新竹是最聰明的 這個小五學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是我在裡面 全新竹最聰明的小五學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一旦影片上 哈哈 靠陽臉 幹 哈哈哈哈 當年是最聰明的小五學生 是不是知道 什麼 什麼大鴻杯珠心 算七段 之類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沒什麼好寫的 對啊 那之後我們再討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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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標準差的關係 好啦 可是我聽說 就是 真的 比我還要更聰明 到一個 進階的人 他們 看人 就像看小動物一樣 你知道嗎 啊 咕咕咕咕咕好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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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的時候很溫和 你知道嗎 這個都會錯好可愛 哈哈 靠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把人看成可愛的小動物 他為了拯救小動物 哈哈 真的是這樣感覺 對啊 這是這個 基本上 全世界的幾個有名聰明的人 特斯拉 然後之前那個 特斯拉 對 特斯拉 今年現在 現在 我忘記了 我現在現在還沒有感覺到真的特別聰明的人 很奇怪 好來 呃 獨立重複試驗 這個東西是廢話 獨立重複試驗 就是你丟了骰子 以後拿起來再丟 拿起來再丟 每一次跟每一次的結果 會不會互相影響到 不會 也就是說呢 假設你這個三期的樂透 沒中了 那第四期也不會中 哈哈 還是這種感覺 好不好 就是喝獨立重複試驗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是這樣 好 那什麼叫做這個獨立 獨立就是交集 會等於兩個機率的相成 可以嗎 可不可以 第一次 呃 這個瓜瓜都不中 而且第二次也不中 就兩個機率沉起來 好不好 就是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對對對 好 那同學這個獨立事件 這個 基本上來說 如果他獨立的話 粉滅也會獨立 齁 那不獨立叫什麼 不獨立叫什麼 相依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齁 基本上來說 相依就是相關的 可以嗎 齁 那基本上來說 有一個很有名的事件 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是這個 他們是相關事件 可以嗎 就叫做 這個 互斥事件 什麼叫互斥 互斥是什麼意思 假設是漢人跟共產黨的機率 俗話說是 好 漢賊不兩立齁 所以 漢跟賊的交集 的機率是幾 是零 現在有點不對 現在可能就不一定 國民黨可能會 會有一些數字出來 這我不知道 反正 俗話說 好 漢賊不兩立齁 那基本上來說 有漢就沒有賊 有賊就沒有漢 這時候是獨立事件嗎 這時候是獨立事件嗎 不是獨立事件 可以嗎 獨立事件 一定要是兩個怎麼樣 不相關的 就代表說 他們的交集 有兩個相承 OK 那漢賊不兩立的話 當然是有關係啊 有漢沒有賊 有賊沒有漢 這樣OK齁 好 OK 就這樣 就這樣可以啊 今天怎麼有點犯政治 沒有犯政治的話 這重點是漢賊不兩立 其他都沒有犯政治的話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 這樣講好了 這樣講 其實獨立就有點像兩個維度一樣 可以嗎 好 例如說這個 這個賴品線 吃彼此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可以嗎 要吃或不吃 看那個品項品質 今天下雨的機率 這裡是 全部的機率是一 可以嗎 那下雨的機率 這裡百分之百 不過今天的下雨機率是七成 可以嗎 下雨機率是七成 可以嗎 那請問你 賴品線吃彼此 而且怎麼樣 今天會下雨的機率怎麼看 是不是就把這兩個相成 看得太一樣了 裡面的這一塊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齁 謝謝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獨立就有點像兩個維度在進行 在這個Ross的書裡面 基本上來說 它把獨立是暗示成兩個維度 之間的感覺 這樣OK嗎 好 那繼續齁 那如果A跟B主力 這時候A'跟B也會主力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想吧 今天下雨跟賴品線 吃彼此或不吃彼此沒有關係 對不對 可以嗎 齁齁 就這樣 可以 大概是這樣 A'跟B'也會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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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是 陷入這個賴品線吃彼此的這個 感覺裡面 來 同學這件事情 之前有教過齁 這件事情有教過齁 這個 我來跟你們稍微的講一下齁 證明一下 好不好 同學 A'B獨立齁 已知 A'B獨立 就是他們兩個交集 會等於 DA 乘上PP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叫做獨立 這叫做獨立 那這時候我們就算A'跟B'獨立 怎麼證明 首先 PA'連交集B' 我是不是希望 最後證明出來是什麼東西 最後的結果 如果要去證明他們兩個獨立 就會正好要等於PA' 在乘上P' D' 對不對 這樣OK嗎 那這個東西證明可以稍微的 自己練習一下 首先我們是要用它交集的兩個相成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 這個A跟B的P' 這個A跟B的P'怎麼樣 移開來 那怎麼移開 我們知道根據這個提摩根地理 可以寫成A連擊B的P'對不對 就會等於E-P'A連擊B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這是提摩根地理 這樣OK齁 好 那再來我們把它用這個排容定理 把它分解 變成E-PA-PB 再加回怎麼樣 PA交集B 會不會太快 因為A連擊B 就是等於PA加PB 在扣料中間重複的地方 可以嗎 那前面有一個負號 全部都變號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很happy齁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交集 前面有一個獨立的前提 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成兩個相成 對不對 好 所以可以選E-PA 減掉PB 再加上P怎麼樣 A乘以PB 這樣OK嗎 好 好 那這個時候來 這個像這個式子 你要怎麼做 你是不是可以發現 它是不是可以分解開來 做因式分解 A嗎 因式分解 變成E-PA 再承認E-PB 同學正完 全部的機率是E E-PA E-PB E-PB A嗎 有沒有 所以就正完 那這個稍微寫一下 好不好 多點時間 來 沒有 其實還好 這個 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所以還是跟 跟你們講 做些什麼 那這個 不會 這個 是 你們小時候沒有吃過鼻屎 我個人是沒有 因為我有一個鼻屎的陰影 就是那個 是我那個 堂哥跟堂姐 我堂哥跟堂姐之前就是睡一間 然後他們真的是很無聊 你知道睡覺的時候 以前睡那種床 木板床 下面有一個空隙那種 他們兩個人就睡覺的時候會側睡 他側睡的時候各自背對著彼此 所以他們旁邊就是床員這樣子 然後他們小時候很無聊 他們就做了一些事 他們那時候就開始挖鼻屎 然後就黏在床員的旁邊 黏在床員的旁邊 他們黏了六年 對啊 蛤 蛤 不行 好啦可以啦 他尿尿尿尿 對對對 給他去尿尿 我們讓他去尿 好不好 蛤 蛤 那你鎖一下 這鎖門 那我沒事 幹 呵呵 呵呵 好 你幫你們寫一下 啊 對齁 可以送他一個小臉 哈哈 哈哈 欸他用得到 他用得到耶 他用得到耶 這盪沒送 這樣就沒了 他剩最後一個 他上最後一個 他上次這樣 大隻到時候亂送 他上次到時候亂送 你覺得沒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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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 哈哈 哈哈 我就是這顆人 對啊 很多人說我要 你還沒送我 蛤 你還沒送我 你想要嗎 你還沒送我 你還沒送我 人家是 他保存期限嗎 蛤 他保存期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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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知道我的輩分 多你一個 一兩倍嗎 對不對 有人想說 送你一點禮物來照顧張 不要說 你都結婚了 這個 就是送 哈哈 好不好 這什麼 這什麼 吃吃看就知道了 吃吃看就知道了 吃吃口 我先求你 你有鐵頭在這邊 你先吃吃口 對 現在就可以規範了 對對對 加油 加油 我跟中間說你中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真的看你有沒有 不要 不要跟他講 不要 我要 那我要跟他講 哈哈 幹 好溫馨喔 太溫馨了 太溫馨了 我一直覺得說 哎呀 這個備份 長台一點都沒有 沒有 沒有一些表示 這個 對 今天終於 給他一些表示 來 同學 你一樣廢話 你們會寫嗎 會 好來第二小題 哈哈哈哈 第二小題 這個 這題目要取LOGO 所以我們來練習一下好不好 來 首先一個射手 平均五發可以中三發 這就是命中的機率 可以嗎 在大數法則之下 平均數就是機率 可以嗎 那N發接不中的機率是多少 是多少 從姐 命中率叫做五分之三 那不中率哩 就是五分之二 啊 第一小題 N發接不中 全部扣掉 不中的機率 N發 是不是就叫做不中率 因為她是結束 講錯了嗎? N8皆不中 對不起,很恐怖 N8皆不中就是五關之後的橫子嗎? 可以嗎? 那該射手最少命中逾發的機率 大於0.9990 至少要射死發 同學這個命中跟不中的概念是有點 有點就是有點奇特的就是說 你可能是第一個中,你可能是第一發中,你有可能第二發中,有可能是第一發不中 你有可能前十發都不中 好不好,其實你是拿機關槍 然後這時候有可能有中有不中,你發射了N8 你都會 看到了嗎? 哈哈哈哈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這個 你有可能全部都中啊,那也有可能全部都不中 這樣可不可以 沒有,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我以前小時候真的,那時候我剛開始教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奇怪 不是啊,因為你是想啊 就是假設以前是說丟飛 丟飛鏢 可是如果你丟飛鏢,你不中 怎麼可能有可能再去丟第二飛 第二飛鏢,你知道為什麼嗎? 蛤? 沒有可以 假設你丟第一飛鏢丟賴比先 幹,我第一飛鏢丟A不中才是跑啊 對不對,所以 你也把他綁著啊 蛤? 蛤? 誰要來飛鏢丟賴比 你這樣說嗎?你想要試試看嗎? 沒有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出這種奇怪的題目 好,那就是像這樣的話,有可能是怎麼樣 有可能第8重後面都不中 這也都中 有可能怎麼樣 第8不中第2發重 有可能怎麼樣 第8不中全部都中 後面全部都中 可是呢 是不是只要扣掉,全部都不中就要中 上面就要中 那什麼叫中 中就等於 1扣掉怎麼樣 5分之後什麼 N次吧 就叫N發中 可以嗎 那題目是要大於多少 0.0.9990 這樣OK嗎 可以喔 我覺得最近的精神受到還是越快快 你就想要心算 蛤? 你就想要心算 我們要心算 來,接下來我們來交換位置 可以嗎 這個0.001 會大於 5分之後2分次 然後你就算了 同學接下來就要取囉 可以嗎 我再來就0才算了 算右邊這一題 左邊這一題就算了 那這題是要取囉算 OK嗎 記不記得怎麼取囉 記得 我如果等一下我會把它寫完啦,不過你們先算一下,列實一下 你們等一下休息一下嗎 講完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鐘,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講 而且 我們要先來幫忙嗎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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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有要宣導一件事情 最近發生的真實的事情 我其實覺得這件事情蠻不好的 就是你們以後 這個可能就是 可能會在這個 在大學的時候 出去住 自己租屋的時候有可能會養狗 我建議你們在自己是獸星階級之前 盡量不要 因為我這一次就有一個很 很確實的案件 我先去喝咖啡 我有一個咖啡廳的小朋友 大學生說他姐姐也是大學生 想要轉他的狗 換給我照顧給我養 問說可不可以 我就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們養不起 他說那個有的狗實際上看狗可愛可以有一些狗的照顧成本 是很重 加上一旦生病 哇 一旦生病 哎 哎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樣看我 你這樣吃的時候就 又要拿爬什麼 卡子在外面啊 蛤 他放在外面啊 你轉去 真的 真的 你不覺得很像 我還沒有講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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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裡這裡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然後 然後 結果呢 這個狗 生皮膚病 他治療費用再要兩萬 結果拿不出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狗 有的時候要補一些飲料品 結果呢 就是想要轉給我 結果我就說好 結果他就一直拖著 他說我還是很喜歡狗 然後我就說不然的話 就是我先借你錢 結果我連錢都還沒借他 可能就死掉了 我就覺得這樣很不好 所以你們 如果你們如果養了一些動物的話記得 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經濟能力 好不好 至少要有一些預備金 如果沒有預備金能 真的不要去養 要不要有動物的話 出問題的話 會很難處理 好 繼續算 左右取肉 LOG LOG 千分之一 會大於 LOG N倍的 LOG2-LOG 會不會算 N一下來嘛 相處變相前 那整理一下 負3要大於N乘上 0.3010-0.699 去算N就好 可以嗎 N代用多少 N代用多少 8 7點多 所以N 大家大於7點多 去N等於8 可以嗎 是不是這樣 好 OK 這樣 我們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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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嗎 就死掉了 科技耶 我本來我那時候其實很想養 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 為什麼 因為他脫著不記得 對 就是那一隻 他脫著不記得 就是 他就是 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好像很久了 他就是一直想說到底要怎麼辦啊 最後才決定要轉到 可是轉到時間太晚 轉到時間太晚也不好 至於有人會覺得 蛤 就不太想養 然後我們家可以養狗啊 我們可以再養一隻啊 我媽還蠻喜歡狗的啊 然後我們家空地也夠大 我看溫子瑜在約他的 先進行房 要不要一直想到要 當然溫子瑜在約他的先進行房 我 我也吃他 喔喔喔 你說那個 好 我去吃 等一下這個人吃 你最喜歡的教會嗎 因為密集就不尷尬 一直想說 欸不知道是嗎 一直想說很尷尬 那是我拿著這裙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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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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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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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